日本名医齊田瘦3公斤 把握3个黄金时段 喝对水 为什么有人说连喝水都会胖呢 因为喝水方法可能错了 日本女星生田公子以及model 激山沙野家 都靠着喝水瘦身法成功减肥 而7天内就瘦了3公斤的名医 小灵红杏 更是亲自体验了喝水的神奇效果 因为喝水能促进新陈代谢 有助排除体内毒素与劳费器物 许多水溶性养分 例如维生素B、C 都必须靠水分才能在体内流动 喝水不够会影响代谢 造成肥胖 更可能影响体内的抗脑功能 那么要怎样才能发挥水的最大功效呢 以下3点让你喝的正确 越喝越瘦 第一 起床后喝水300cc 帮身体解渴 稳定血压 刺激肠胃蠕动 第二 半前半小时先喝水100cc 能抑制食欲增加饱足感 还能预防胃胀 肠炎 和便秘等问题 第三 胖后2小时喝水300cc 促进饱足激素分泌 增加消化机能 最后请避免喝冰水 女中医陈俊如就曾亲身体验 冰水喝一个月 竟然胖了3公斤 因为冰饮会让肠胃系统温度降低 影响代谢 保持体内温暖 血气充足畅通 才是瘦身的根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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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扰